大家好,歡迎收聽今集的節目 今天我請來的就是第二屆中文歌曲創作大賽 最佳歌詞灰色公園的得獎 Brian盧頌江 Brian你好 很多時候我們說寫歌詞很需要靈感 平時你的歌詞的創作靈感在哪裡? 其實沒有要想寫一個框去作 有時候你想到一兩句寫下寫下 其實寫下寫下你那條路就會順 你自己會拼出一個畫面出來 我見作曲、填詞、編曲這首灰色公園都是你自己 平時可能會見到一些事物、經歷一些事情 就可以有些靈感 在你的創作過程當中最深刻一次 即是你自己可以 那個靈感來了 接著可以寫到一首歌的 是甚麼情境?有沒有這種情境出現過? 我說最深刻其實我作歌 多數都是音樂底先 我會想到想作哪一類型的音樂 會想到一個編曲先 然後才在裡面作melody 那你自己最喜歡的是甚麼風格的音樂? 我最喜歡是有些搖滾 有些band sound的風格 無論是pop也好 heavy也好 在這個創作過程當中 在音樂路上應該這樣說 我相信經歷了很多困難 包括譬如你現在一路有份正職的工作 一路就繼續去完成自己的音樂夢想 其實你一路堅持下來的 即是撐住你的那樣東西是甚麼? 都是自己有幾喜歡那樣東西 即是好像你整天想著那樣東西 都很想做那樣東西 即是他一路不停地試一下 不停地不要放棄 即是自己的passion是最厲害的 OK 今天謝謝Brian 希望有機會再跟你一起聊一下這個音樂 好嗎? OK 謝謝 這是我的台灣方 or 要維持快樂 也好看 我太快樂會做到 還有雷輝可以巴工 也好想著 是不你 帶小人 一處去 而我太快樂會做到 我太快樂會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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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心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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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